你是假人意 分明是为了推卸责任 故意说出这种杀人猪心的话 我女儿都死了 她才这么大 那么可怜 死得这么惨 小不是为了求 我女儿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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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告诉我 您绝对是个大善人 要我相信您的医术 我愿意让我女儿 第一个吃下 谢谢你的信任 我的解毒单没有问题 我自己吃过了 没人吃过 没人吃过 没人吃过还敢给你女儿吃 真是新的 你女儿太是你这样的娘 这事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希望她下辈子找个好娘 我吃过来就下辈子血没了 我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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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养几天就能完全痊愈了 多谢神医 没有神医 我的寒儿肯定就要出事了 你赢得大恩大德 我就是做牛做马 得了报答你 无需多谢 更不需要做牛做马 你心里记得我的好就行了 大家稍安勿躁 待会排队 你们每个人能在我手下 那里领到丹药 但是不能多领 我的丹药虽然不需要你们花玄灵石 但是这是我担惊节律 才炼制出来的丹药 是我的心血 我不希望有人将我的心血被利用 被人用来转手卖钱 我们绝不是那种人 为了我的孩子 我可以发毒誓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是真心为自己的孩子着想 但是有些人 却能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 想要嫁祸在我的头上 见我的丹药起了作用 这个人就想逃跑 你们说 这人该如何处置 这辈子 你没有摊上一个好父亲 希望你下辈子 能幸福快乐的长大 凶不着你管 这是老子女儿 就是个赔钱货 老子想杀就杀 你是老姐 你管得着吗 这人就是个赌徒 他家里被他输得一干二净了 连他娘子都输给别人了 这个女儿 他才不可以管呢 他没玄灵石 哪里买的玄金糕 给他女儿吃的 这个小丫头 根本没人管 都是烧水坑里 见人吃剩下的 估计是把人丢掉的玄金糕 捡了吃了 所以上瘾了吧 作孽啊 太可怜了 这男人真是罪该万死 老子自己都养不活了 还管赔钱货的死活 你们这么好心 怎么不给我吸着点肚子啊 说吧 是谁派你来故意生事的 老子偏不说 要本是你杀了我 给你一百万上品玄灵石 你说是不说 我说 我说 杀人灭口了 也不知道是谁指使的 还能有谁 自然是罗侯弟子和闻人灵烟的人 用脚指头想都知道 只有他们才不希望我救人 你们的孩子 每天要至少花两千块上品玄灵石 积累起来就是一笔巨块 更别说今年累月下来 更是一笔天降横财 罗侯 我们下去 赶走这些人 不行 这些人被那个死女人说动了心思 正处于激动的时刻 我们现身只会让他们更加暴怒 到时候 可能会被先帝发掘 那怎么办 我们还要从长纪 从她的丹药上面想办法 不能让她的丹药 再发放给这些人之外的人 对 不能让她再救人 要不是为人灵烟宝的 本公主早就令人杀死她 燕儿别急 她会死的 你先回赤日宫 如果你能给我一块深渊玉剑 让深渊塔船开启的那日 会极有可能获得大机缘 到那时 就是我晋升先尊之时 这些小喽喽 在我眼里 如同地下的蝼蚁 想踩死就能踩死 放心了 为了我们的将来 我也会竭尽全力的 去替你要来一块深渊玉剑 我还等着你 早日娶我进门呢 弟子 这个女人太精了 竟然不让人带单要离开 本弟子看见了 可是 弟子 先帝 若是知道您私自下这种命令 恐怕 怕什么 缺点小时 本弟子就不能下令了吗 更何况 还有二公主担着 是 属下这就去办 竟然那两个使者都跑出去了 你们干什么吃呢 弟子息怒 弟子息怒 我们两个也不知道 那两个人怎么就突然不见了 他们肯定跑不远 就在妖独附近 只要守住大兔 不怕他们生事 还能杀了他们 斩断了那个狗屁神仪的左右手 本弟子当然知道他们跑不远 那女人就住在酒楼里面 他们能跑到哪里去 是 弟子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得逞 公主 公主 可是文人杀 可是文人杀的脸是 原杨弟子之号的 什么 你再给本公主说一遍 是谁给那贱人质的脸 是原杨弟子 原杨弟子 为什么会给那个贱人质脸 公主 是这样的 原杨弟子出了妖都一趟 说是回他家族所在地有事情处理 但是听闻他在路上遇到奇遇 正好获得了一株龙凤灵芝 所以便回来送给了文人杀 放屁 他原杨的父母是乞丐 是被人收养 他有个屁事要回去处理 他一定是本来就有龙凤灵芝 但他故意一开始没有拿出来 想等文人杀急得火急火燎的时候 再借口拿出来 好让文人杀对他更加感激 然后把深渊玉捡给他 公主 原杨弟子也许是为了早日与您成婚 所以才去算计文人杀 想弄来了深渊玉捡之后 晋升到仙尊境界 就能与您成婚了 你为何这样觉得 难道你不觉得 原杨他瞧不上本公主 想和文人杀那个贱人在一起 公主 原杨弟子对您的一颗真心 我们可都是看得见的 您还记得那天在宴会上 原杨弟子给您的那些猪雀果吗 那可都是原杨弟子 攒了几十年的猪雀果 他舍不得吃 又不敢靠近您 只能自己年复一年攒着 奴婢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原杨弟子对谁动过心 就是以前那总跟在他身后的路遥 长得和文人杉不相上下 可是再活色天香啊 弟子对他也是冷冰冰的 分明就是看不上他 而且这些年 也再没有听过原杨弟子 和别的女人有过露水情缘 这说明弟子的心目中 就只有跟住您一个人呢 还有小公子的事情 您没看见原杨弟子对小公子有多上心吗 他这几天天天都陪小公子玩耍 小公子可喜欢他这个干爹了 原杨弟子是把小公子当成了亲儿子对待的 每次小公子吃不下东西 弟子一哄他就吃了 秀曼你也觉得原杨对赫尔不错 岂是不错呀 原杨弟子都恨不得陪小公子睡了 他这是爱屋极屋 因为爱您所以也爱小公子 你别是原杨专门安插在本公主身边的奸细吧 公主 你这样说秀曼秀曼就不一了 奴婢还不是希望有个人能好好对您呢 奴婢从小就跟着您 您受的苦 奴婢比谁看得都清楚 原杨弟子他用不用心是不是真心 奴婢这个局外人一看就知道 本公主自然信得过你 你去给原杨传话 问他什么打算 本公主会在背后支持他 一定会让他如愿以偿的 拿到深渊玉剑 是 为了公主的幸福 奴婢这就去 沈小姐 罗侯弟子知道您恢复了容貌 特地拿了贺礼来恭喜您 鸳鸯哥哥 多亏了你给珊儿弄来的龙凤灵芝 否则 珊儿这张脸 又被我那狠心的二姐给毁了 珊儿这张脸花容月貌 说是被毁 乃仙界一大汗室 鸳鸯哥哥 听闻乾坤城有个美人 叫清酒姑娘 长得是国色天香 无人能及 将我的七熬哥哥 你的神魂颠倒 连鸳鸯哥哥 你也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 是吗 七熬弟子确实被你的神魂颠倒 但论其颜色 还不如珊儿的冒昔人 哦 那清酒姑娘 真不如珊儿我好看 那是自然 哼 鸳鸯哥哥的嘴真甜 珊儿其实知道 鸳鸯哥哥为什么突然对珊儿这么好 只不过深渊玉姐 是我的嫁妆 还有半个月 我就要与七熬哥哥成秋了 到时候 大伯会把玉姐 给我个七熬哥哥 珊儿 你想清楚 七熬弟子不喜欢你 他把那个女人藏得死死的 你就算想除掉那个女人 也找不到人 到时候 七熬夜不归宿 你嫁给他 享受活宝吗 珊儿 嫁给我 我会让你日夜快活 不会像七熬那样让你守活宝的 鸳鸯弟子 你在做什么 我若是不来 岂不是让你得逞了去 罗侯弟子 说话请注意分子 且不支持 鸳鸯哥哥 罗侯哥哥 你们别吵了 不过他挺喜欢看两个男人 为他争风吃醋的样子 这让他的虚荣心爆炮 虽然他知道 他们两人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那又如何 他们又抢不走自己的深渊欲减 那就让他们各自献殷勤吧 罗侯弟子说 是来送贺礼 庆贺 文人山恢复容貌的 但没多久 文人灵烟的人 就找上了门来 文人山现在最讨厌的 就是文人灵烟 所以见到对方的人 来找罗侯弟子之后 冷着脸 直接让罗侯弟子走人 罗侯 我是不希望 你和文人山那个贱人 走那么近 但是我支持你 去拿到那一枚深渊欲减 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叫你回来呢 我现在再去找文人山 你陪人把这件事情 添油加醋地告诉长公主 对 告诉我姐 以她的性格 绝对会去文人山的 小贱人那里 大闹一场 罗侯 你不用太着急 我姐知道后 是不会让羚羊弟子 再待在那里 不好意思啊 罗侯弟子 我们家山小姐 交代我们了 不太想见到你 所以 您还是请回吧 原羊弟子还在里面 原羊弟子 正在和山小姐喝酒呢 喝酒 听说 是十万年的仙酿 是原羊弟子从前 从上古遗迹中 挖出来的 酒香味 在这里都能闻到一些 方才许多修为不高的 丫鬟 闻一口 就醉倒了呢 燕儿 快点让长公主过来 文人山这剑人 和鸳羊弟子 生米就要煮成熟饭了 罗侯 我姐居然说 不管鸳羊弟子的事情 我跟她说 鸳羊弟子和文人山 滚作一团 她都无动于衷 好像一点都不在意 鸳羊弟子的事 这个怎么办 你回头告诉山小姐 本弟子下回 再来给她 赔礼道歉 这回本弟子 已经叫去了 二公主一顿 只要山小姐愿意 明日本弟子就让二公主 过来给她登门道歉 这酒穴可真大 鸳羊哥哥 山儿我才闻了一会儿 就觉得脑子晕乎乎的了 我要是喝一口 岂不是也跟他们一样 都醉倒了 好酒配美人 山儿不想喝 我喂你 既然七药爱上了别的女人 对她不理不才 那她也可以给她戴上一顶 绿油油的帽子 思解此 她没有闪躲 第二日 罗侯弟子真的带着文人灵烟 来给文人山赔醉来了 你走吧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看到你 我就想起我烂掉的那张脸 要不是鸳鸯哥哥 给我找来了龙凤灵芝 我如花般的容貌 早就不复存在了 罗侯我们走 公主 我留下来给山小姐请罪 你回去吧 山儿现在肯定不想多见你 我留在这里替你请罪 是啊 我只说让你走 又没说让罗侯哥哥走 罗侯 把本小姐的丹药拿来 小姐 丹药来了 娘亲 我带回来好吃的 给你和罗依罗二叔叔吃 小柔儿真贴心 你真是娘亲的贴心小棉袄 娘亲 我们什么时候 回去看爹爹 你想爹爹了 当然想爹爹 再过七八天 咱们和爹爹一起回明界 太好了 来来啦 天生意小 难不成妖界 有什么妖孽人物要出事呢 天呐 娘亲 好壮观啊 这有什么的 小主子 虽然这天地异象很壮观 但是和主子当年比起来 还是差了很多 主子当年降世之时 仙界出现了无数道太古战神的虚拟 强大可恶 天地威慑 咱们主子才是有最大欺民之人 龙二 你说是不是 对 没错 小主子 这算不得什么 没法跟主子比的 那是 我爹才是仙界最厉害的 顺儿 你们在无构城 对啊 黄叔啊 你看到天地异象了吗 看到了 有大欺民者 将要飞升妖界 千星先帝 马上就要到无构城 你和孩子们一好龙 隐藏在人群中 小心些 我很快就到 飞升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妖界终于又要出现 一位大欺民者了 瞧瞧这庞大的天地异象 多壮观 是啊 听说到你妖地 飞升上来的时候 也引起了天地异象 也不知道 和这比起来如何 不敢置信 没想到老夫 游生之年 还能看到这一幕 到底是何人 从下界飞升 竟有这么强大的 皇者之气 这个男人的背影 怎么感觉有点熟悉 还真是无名 无名 恭喜你飞升仙剑 还成为大欺民者 没想到我妖界 又出现了一个 身负大欺民者 本地十分欣慰 你身上竟然汇集了千亿妖族的契约 你是下界妖界之王 较劲被下界的妖族认可罢了 本地是妖界的先帝 你可否愿意当本地的义子 本地将封你一弟子之名 抱歉 我已经有义父了 不用再多义义父 你竟敢拒绝本地 你可知本地从未熟人做义子 我说了 我已经有了义父 不需要再多一个义父 我的义父 想必先帝您也听过他的名讳 人称傲视妖神 我继承了他的衣冠种 任他为义父 将会发扬他的道道 不会再乱人师父和义父 你说什么 傲视妖神 大哥 我年纪小 没听过傲视妖神 傲视妖神是什么人啊 你居然连傲视妖神都没有听过 你是不是妖祖啊 傲界妖神是几十万年前的妖界先帝 被先界的妖族尊称为妖神 畅业点就进生为了先皇 可以说是震朔古今的任务 直可机 踏不出那一步 最后逃不过岁月的枷锁 陨落了 只是他陨落的地方称谜 连他的弟子都没有获得他的传承 如此说来 年轻人 你还是本地的师弟 先帝是义父的徒弟吗 我只是得到了义父的衣冠种 机缘巧合之下打开了种 并不知义父还有徒弟 实际 本地是妖神唯一的徒弟 全仙界的人都知晓 但是年轻人 本地看中你 才认你为义子 你不该对本地撒谎 你若真是师尊的义子 为何本地在你身上 感受不到任何同源之力 天煞老祖 您怎么来了 怎么 只准你来 老身就来不得了 天煞老祖说的哪里的话 您当然来的 来得就好 老身是来接妖神义子 千兄先弟 你如果有话要同你师弟说 就赶紧说吧 师弟 你也陪本地喊一声师弟 天煞老祖 他可不是师尊的义子 你不要受其蒙骗的好 他是不是妖神的义子 老身一试便知 就不用先帝操心了 当年师尊消失 可没有留下任何支言片语 说他老人家会收个义子 这都过了几十万年了 突然冒出了一个人 说他是师尊的义子 你就不想想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看来妖神 是真的不喜欢先帝你啊 你是妖神唯一的徒弟 都不知道这件事 你自己看 当年妖神离开仙界之时 曾经给我们苏家 留下了这块御界 妖神说 他要找一个有缘人 守为义子 不仅将一身传承 传给义子 还令我们苏家 以妖神义子为少主 辅佐其成为新的先帝 此人是妖神义子 是我苏家上下的少主 你还不放开威压 怎么 想杀死你师弟不成 既然老祖认定 他是师尊的义子 那么至少应该 让他拿出师尊的遗物 方能证明他的身份 遗物还不简单 诸仙剑 没错 就是诸神剑 无论他有没有诸神剑 只要他能拿出妖神遗物 就是妖神的意思 天杀老祖只怕是老糊涂了 如果这个年轻人 只是盗墓的本事强了点 得到了师尊的遗物 却没有得到师尊亡魂的认可 岂不是被他糊弄了 还是说天杀老祖 你联合了这个年轻人 想要取代本帝 本帝相信苏家 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若是天杀老祖 你执意要当他是少主 那就怪不得本帝手下不留情了 看来先帝 这是想杀老神和少主灭口啊 天杀老祖无需强词狡辩了 若是这个年轻人拿不出诸神剑 本帝将以谋逆之罪 送你们上路 千帝想杀死老神 老神就是凭着这条老命 也会让你重伤 你只管试试 等等 千兴先帝 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拿出诸神剑 你就能认可我的身份 无需他认可 老神认可你即可 诸神剑是师尊的本命神器 你若是能够拿出来 便能证明你是师尊义子的身份 但你要是拿不出来 就说明你和天杀老祖联合起来欺骗世人 以下犯上 想取代本帝之位 本帝会亲自送你们踏上皇权 先帝认为我拿不出诸神剑 不如就赌一把 我若拿不出诸神剑 试杀试挂 悉听尊辩 但我若是能够拿出诸神剑来 义父当初的赤语弓 就交还到我手里吧 先帝是赌还是不赌 互弄玄虚 年轻人 你糊弄不了本帝 诸神剑已经被天杰毁灭 你若是早承认你没有诸神剑 本帝也许会让你用其他的办法去证明你的身份 可你竟拿诸神剑作毒 证明你根本就不是识尊义子 我是不是傲视妖神的义子 恐怕不是先帝你不承认就不是的 你只需说是躲还是不躲 先帝若是没有胆量躲 就尽早离去吧 漏洞百出的激将法 你未免将本先帝看得太轻了 本帝玩计谋的时候 你还没有出生 你想死 本帝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本帝答应和你躲 你拿不出诸神剑 现在就得死 诸神剑是义父的本命神器 只要义父一缕神魂尚在 诸神剑就不会被天爵毁灭 师兄 是你太小看义父了 诸神剑 老神 拜见少主 义父的诸神剑已被我认住 师兄还有什么好说的 师兄既然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就早日将赤日宫腾出来 师弟我会入住义父的宫殿 少主请放心 堂堂先帝 不会言而无信 老神及家族会替少主 提前将赤日宫打理好 让少主入座 既然赌约输了 本帝自然会愿赌付书 你是师尊 时隔几十万年后收下的义子 实乃师们一大喜事 将赤日宫让给你 就当是本帝送给师弟你的见面礼 今后你我同根同缘 有什么事 你尽管来找本帝 没想到能见到天煞老祖 真是失敬 失敬啊 少主 我们走吧 老神带你回苏家 我们苏家会辅佐少主成长 稍等老祖 我有个故人在此 想与他聊上几句 是谁 老神替你请来 不用 我想他不便透露身份 传音几句便可 无名 恭喜你逃过一劫 前行先帝那个老家伙 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要小心他 有趣的小女娃 以后 说是在预设仙军镜的人 千万不能传音 无双 你已了容 我认不出谁是你 我在你左下方 牵着西西 抱着小柔儿 我让西西同你塔招呼 狐狸叔叔 西西 我是七要弟子 阁下如何称呼 幸会 我叫吴明 来自小三千世界 老祖 时间不早 你们该回苏家了 没错 我们该走了 少主 家族的人还等着见你 无双西西 有缘下次再见 解释把酒言欢 去吧 你锋芒太露 今后万事小心 低调行事 等等 狐狸叔叔 阿黎呢 阿黎 阿黎 黄叔啊 我还没问无名 我弟弟外公他们的消息 你干嘛这么着急的催他们走 双儿默契 为父过来 就是想亲自告诉你 关于小舅子的消息 你无需问无名 问你父亲我就行了 黄叔得到美人弟弟的消息了 走 黄叔叔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说 爹爹 爹爹 爹爹的眼睛好漂亮 哥哥的眼睛也好漂亮 小柔儿的眼睛没有爹爹哥哥漂亮 小柔儿的眼睛也很漂亮 像你的娘亲 比虚公上的星辰还要闪耀亮眼 孩子还在这儿呢 熊熊脸 小柔儿 非礼无事 和你哥哥转过头去 输三十下才能转过来 黄叔 你快说玉衡的事 之前我同你说过 熊前辈买通了小三千界 飞升仙界处的新街音室 所以无名第一时间飞升 我便从熊前辈那里知道了 玉衡的飞升还在无名之前 玉衡与海岚约一起飞升 黄前辈已经接到了他们 一切都好 你无需担心他们 那就好 外公怎么还没飞升 外公放不下光明神脚 前不久收了个徒弟 等他将一身的本事 都传授给徒弟 再飞升来仙界 那掌门爷爷呢 你掌门爷爷和耀青爷爷 都在闭关 他们想来仙界见你 努力在修炼 希希 你也不能懈怠 嗯 我知道 将来我会保护掌门爷爷和耀青爷爷 还有增外祖父他们 可惜我们还见不到舅舅 妹妹还没见过舅舅呢 舅舅 黄叔 师父和耀青师叔的资质 并非特别好 他们冲击飞升天节的时候 恐怕会很辛苦 我们可以派人去苍明大陆 给他们送仙界的资源下去 让他们飞升时更有把握 爽儿 维夫已经派了龙武 去了夏节 你不用带药 是啊 他能想到的 黄叔也肯定想到 而且比他更加仔细 我让龙武带了很多仙界资源下去 你在明节需要帮手 青云剑宗 和光明神教的人 大部分都值得信 有仙界的资源 能让他们更快的飞升 嗯 黄叔你安排就好 他还是问起了沐远红 和云秋白的消息 岳父岳母 已经想飞升仙界 自你飞升之后 就一直疯狂的修炼 我让龙武 给他们带了资源 听黄叔说起 关于乌明的消息 说到了乌明 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 成了小三千世界的 妖族之王 统领整个小三千世界的妖族 这么说来 乌明很早之前 就获得了傲视妖神的传承 很有可能在九霄大陆的时候 很有可能 对了黄叔 你是不是认识那个天煞老祖 他对原样弟子和落后弟子 都那么冷淡 居然对你笑了笑 天煞老祖 有个曾崇孙 叫苏义 与我是好友 是与你是好友 还是与七妖弟子是好友啊 与我 我曾经去苏家住过几天 天煞老祖 曾经指点过我 天煞老祖与我 相当于半个师父 等等 黄叔 连先帝都分辨不了你义乐容 是你自己告示天煞老祖的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天煞老祖也是你叫来的 双儿就是宋慧 这都猜到了 没错 天煞老祖是我叫来的 玉衡飞升之后 就告诉老前辈 乌明即将飞升之事 待看到天帝异象之时 我便知道 这应该是乌明弄出来的阵仗 以千仙先帝的性格 定会将乌明 说为麾下之将 所以我联系了天煞老祖 让他带走乌明 但我也没想到乌明是妖神义子 算是误打误撞 全来如此 我说呢 黄叔就是厉害 今天要不是天煞老祖出来 乌明肯定要出事的 几日不见 双儿怎么竟说些别的男人 好好好 不说了不说了 黄叔辛苦了 我们一起回妖都吧 我说了 我说的 感恩老祖 听过龙墨深这个名字吗 少主怎么知道墨深 哦 老神想起来了 我家苏伊告诉过老神 墨深他转世 去了小三千世界 少主也是来自小三千世界 认识也是正常 只不过刚才 老神见你们很是陌生的模样 还以为你们不认识呢 少主 今日就是陌生让老神过来 否则 就让文仁义那个坏东西得逞了 你的身份 比文仁义更高贵 你是妖神的义子 名正言顺 那老东西 当年住进赤日宫 都是名不正言不顺 他之前知道你的身份 对你起了杀心 老神要是没有赶过去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多亏了墨深通知了老神 到深才能及时赶来 是龙墨深通知老祖 您来救我的 是啊 墨深刚才就在你面前呢 刚才的七要弟子 是的 墨深啊 易容成了七要弟子 老祖 您给我说说龙墨深 在仙界的身份吧 五岑 娘亲 我误导了 我好像误导了时间的法则 爹娘 我要去石壁上闭关 专心去领悟时间的法则了 真好 这么多日子的沉淀 虎儿终于领悟到了 西西很出色 时间法则极难领悟 你既然领悟到了 便是造化 去吧 真的很欣慰 西西当年 才小柔儿这么点大 一转眼 竟然要领悟天地法则了 等西西真成了真仙 便能在仙界中随意走动了 孩子总会长大的 等小柔儿长大 你肯定不会说的这样轻描淡写了 小柔儿不用长大 她被我们娇宠着 永远当我们的小公主就好 黄叔 等到我们足够强大了 没有了敌人 我们的孩子 才能一直在我们的羽翼之下 双儿 你说的没错 我的目标是成为仙界的主宰 让你 让孩子 永远无忧无虑 我相信你 也相信我自己 听说了没 七药弟子的婚事要黄了 不是说过两天就是七药弟子和山小姐大婚之日了吗 听你们的语气 好像婚事吹了 大妹子 你是不知道啊 山小姐 有孕了 啊 真的假的 未婚先孕呢 难道不是七药弟子的吗 啊 都怀孕了 怎么还说婚事吹了呀 如果是七药弟子的 当然是件喜事 可是问题是啊 肚子里的这孩子 他不是七药弟子的 是件丑事 你怎么知道山小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七药弟子的呀 说不定人家这是喜上加喜呢 小婆子会有个好紧嘛 就在文人家族里面当嫂嫂婆子 听他说 山小姐的院子里夜夜声歌 经常看见元阳弟子和罗侯弟子出入 七药弟子一次都没有去过 那肚子里的骨肉还能是七药弟子的 山小姐这么不知检点 真是要恭喜七药弟子喜当丢 你们想笑就笑 放心 我不会给皇叔告状的 主母 逗你们呢 我跟你们说呀 我妹妹就在文人家族里当丫鬟 她亲眼看着山小姐肚子变大了 先帝之前去了文人家族发了好一通脾气呢 我亲娘就是在文人家当差 她说山小姐都快生了 是亲眼所见 肚子都那么大了 山儿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先帝 山儿与我两亲相约 我们在一起时相互爱慕 放屁 元阳 山儿喜欢的人是我 是你归用几十万年嫌的骨酒勾引她 骗走她的元阳 叔后 有些话还望你慎眼 是你对山儿用药还假传她的命令 让她不见我 元阳 你说什么 谁用药了 闭嘴 这样说来 你们真的都与山儿发生了关系 本地将两个女儿许配给你们 你们现在 去来玩两男争一女的戏吗 你们把本地的女儿放在哪里 又可曾把本地的刺婚放在眼里 元阳不敢 先帝 事已至此 元阳愿意承担所有错事 我会去长公主处 父亲请罪 请求长公主原谅 临晚拜见父亲 听闻堂妹还了元阳弟子的骨肉 真是恭喜了 对不起 长公主 我与山儿情投一合 情不自禁 没想到伤了长公主的心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本公主可没有什么好伤心的 你我一年也说不了几句话 本公主对你没有丝毫感情 你若是能和山儿堂妹在一起 本公主只会恭喜你 王儿 看来你对父亲的刺婚不满很久了 不敢 父亲 王儿遵循父亲的一切安排 不敢有所不满 只是元阳弟子 既然已经和山儿堂妹 生米煮成了熟饭 王儿不可能再要一个账的男人 所以从前的婚约 还请父亲收回成命 王儿 你若是对元阳没有感情 为何前些日子来找我求要深渊玉检 你敢说你不是为元阳求的 谁不想要深渊玉检 我求你是因为我想要 而非为了元阳弟子 我与元阳弟子没有任何感情基础 我是傻了 才会为他求玉检 长公主 您这话就不对了 我听说元阳把你的义子当作亲生儿子对待 你们三个如同一家三口一样和和美美 怎么突然这样说没有感情基础了呢 你在胡说什么 我有没有胡说 长公主 你和元阳心里肯定有数 珊儿腹中骨肉是我的 你们却说是元阳的 死民就是直路为马 你们都说 珊儿肚子里的东西是你们的 那本帝倒是要问问你们两个 为何要把禁术用在珊儿身上 以她的精血饲养你们的骨肉 什么 什么禁术 还给本帝装 你们两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让本帝失望至极 新帝这是何意 珊儿出了什么事吗 本帝再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 珊儿腹中胎儿到底是你们之中哪一个的 我也不确定 其实我与珊儿一直都是好友 经常把酒言欢 也许我们没有到最后一步 我是见珊儿有原因 想尽男人的义务 方才承认的 这么说来 珊儿没有与你勾合 元阳 你身上有珊儿的气息 的确是你夺走了珊儿的原因 你说 珊儿腹中骨肉 是不是你的 大错一酿成 珊儿集气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先帝要责罚 就责罚元阳吧 这一切与珊儿无关 国养回去 准备婚事 三日之后 本帝亲自出席 你和珊儿的婚礼 多谢先帝成全 该死 都该死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等你出来 老娘第一个掐死你 天哪 珊儿 你怎么看成了这副样子 我变成什么样子 都不用你管 怎么跟你母亲说话的 你们若是把我当成亲生女儿 为何连我的婚事 你们都无法做主 珊儿 你自小被先帝养在身边 你的婚事 我们想做主也做不了主啊 谁叫他是先帝呢 我不想嫁给元阳弟子 我要嫁的人 是七二弟子 明日就是你与元阳弟子 大婚之日 你休得在胡言乱语 你若是不与他们乱来 能让我丢这么大的脸吗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你再怎么不乐意 明天也得给我高高兴兴的出嫁 好 我就有自取 你们滚 我不想见到你们 哼 善儿 这是六品 助眼仙丹 你明天大婚之前吃下 一定要漂漂亮亮的出嫁 不要管外面的风言风语 将来 你替元阳弟子 生下孩子 元阳弟子 对你好了 就够了 你们好好的过日子 你哪来的六品仙丹 娘想办法 给你弄来的 你肚子里的孩子 让你精血都流失了 说明她是个妖孽 将来出生时 必定会天生异象 是大气韵者 你母凭子贵 肯定能活得 比你那两个堂姐更好 真的 你觉得我肚子里的东西 是个大气韵者 什么东西不东西 她是你的孩子 是你的骨兽 她虽然牺牲了你很多的营养 但她依然是你的孩子 她声嚷的速度这么快 不是妖孽是什么 只有妖孽人物 才会与众不同 善儿 你要相信 你能够生出 让你骄傲的孩子出来 娘 你说得对 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个妖孽人物 将来必定 横塌心意的存在 善儿 你大伯还是喜欢你的 否则也不会亲自 给你主持婚事 你在明天的大婚之上 千万不要让她失望 她满意了 将来她才会 更偏向于元阳弟子 让元阳弟子早日称为先尊 你不是有两枚深渊玉检吗 到时候 你和元阳弟子一人一枚 元阳弟子进入深渊塔船中 获得了机缘 说不定 早早就能晋升先尊 善儿 你别忘了 元阳弟子以前 可是三大弟子中 最出色的弟子呀 以前的事就不要想了 不过 善儿 娘想问你 你确定你肚子里的孩子 是元阳弟子的吗 不是大伯要把我嫁给元阳的吗 肯定都是大伯看出 我怀的是元阳的种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身一小点 我肚子里的孩子在踢我 这么快 既然是妖孽 当然快 说不定 他在我肚子里面 就已经开始修炼了 就是我这里 也不知道能不能 恢复到以前的容貌 你的六匹仙丹 最多只能维持 我十天半月的容貌 到时候 苏个元阳哥哥 嫌弃我怎么办 善儿放心吧 先帝宠你 元阳弟子看起来 也是个会堂人的 到时候 跟你求来一桌神药 让你青春永驻 你的命 比你二堂姐的命好多了 她的脸恢复不了 不说明 你也恢复不了的 那时 我比他们两个的命都好 他们一个被我抢了为婚夫 一个因我断裂根手指 我才是想到最后的赢家 将来我的孩子 也会压他们一头 是 我女儿最好命了 所以明天你要高高兴兴的出嫁 不要让他们偷偷笑话你 我听说啊 你怕堂姐很生气 你还得提防着她一点 她当然生气 她还以为元阳哥哥 对她多上心呢 结果 还不是败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我的儿子呀 你虽然来的不是时候 但是你要给我争气点 最好一出声 就弄得天地一响 比前几天那个妖神 人一子弄出来的阵仗还要大 七要弟子来了 七要弟子怎么来得这么早 没想到七要弟子竟然会来参加山小姐的婚事 七要弟子真是大度啊 这种婚事竟然给面子来这么早 某人来这么早 还不是因为她娘娘来了 娘亲 是爹爹 先脚弯再说话 别噎着了 新娘子什么时候出来 快乐 今天有一场热闹卡 今天是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